哈喽老鼠维哥 我们今天继续来玩猫和老鼠手游 今天你的角色还是杰蕾啊 今天还没有买买老鼠 杰蕾的话 他的技能就是那个锤子比较好玩一点 一开局的话 搜索 然后这里这个 我们这个应该叫杂货间啊 杂物间没什么好东西 然后我们到中间上一楼 这个地方有一个经验 我们可以把它抓到 不过在哪里呢 一直找 找不到 已经被队友捡走了 我们可以看到猫来了啊 这时候我们来溜猫一下 机器主和猫对打的话 最怕就被猫打一下子 一爪子抓到就就就就就就破碎了 所以说要要非常小心 最后一秒钟我们逃脱成功了 刚才我是在杂物间嘛 杂物间没什么好东西 所以说我现在要准备换一个地方 走 我们去卧室 卧室上面有一块奶酪 是吧 很快 我们就找到奶酪了 奶酪拿到之后 我们换到老鼠洞里面一起来推 有时候 这边对方好像是叫国王 国王接蕾 人家就是国王的老鼠 然后我们现在吃到一个那个 空头 空头吃完之后 诶 看见没有 我们变成了一只 撞撞的老鼠 这样的老鼠是不怕猫的 然后我们现在去找猫打 但是 我好几次都没打到猫 我也是很尴尬啊 好 不容易吃到一个这个药 这个药也不一定天天的吃到 打不到的话呢 我们没办法 我们就来推奶酪 推呀推呀推 加紧推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猫过来了 赶紧跑 跳上再跳下 再来一个锤子啊 100T的重量是多大 直接把对方砸 砸的腿都红了 看看他现在一直在抓我啊 不知道为什么 那那就因为我吹了他一下而已嘛 哎 我们开一个吹个喇叭 嗯 一技能吹起喇叭之后啊 是有加速的效果 哎 他在下面不动 我们也在上面不动 以不动自忘 以不是变硬万变啊 扔个碗砸他 砸的差不多 哎 准备再下去找机会 我们去推奶酪 哎 被猫爪子挠了一下 没事 这里这样还有块蛋糕 我们先把它吃吧 吃奶酪的动作还挺好玩 吃蛋糕啊 蛋糕 转了一圈 本来想一捶子捶 他没想到这只猫还挺能跑 吹了个一技能 哎 又被他抓了一下 还好刚才吃了一块蛋糕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那布置老鼠家 所以说我们就先换起那个奶酪 好 我们去找另外一块啊 地图的奶酪 哎 直接装到下水管一装 装到了这个炸五间 喝了一盆的牛奶了 我们继续前进 吹一个喇叭加速 哎 看到队友拿了一块奶酪过来 好 我们一起推 这时候猫还在那个二楼 不是三楼 在那里跟我放在队友周旋啊 那我们先不理他 我们先把这块奶酪推成功 推成功 然后我们去支援一下 加速 冲啊冲 顺便吃客人 哎 本来想吃个蛋糕 但最后一下没有坚持住啊 然后跑开了 蛋糕又恢复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队友已经被抓走了 没事 我们先把奶酪推进去 推完之后 哎 队友有一个 撞炉 撞炉什么东西一样的啊 哎 我们过来遛遛猫啊 因为那个那个已经打开了嘛 就让队友去拆墙就好了 我们在这里开 那么遛猫 这个猫不跟我们遛 那我们先吃一罐饮料 这个问号应该是随机的 随机的一个争议buff吧 现在吃到了隐身 那我们这里就是这里这个下水道啊 应该就是直接通到那个杂物间的 刚才那个墙门就在杂物间 对吧 我们直接过来 对吧 我们看到猫来了啊 对吧 因为我是隐身状态 他看不到我 我们再喝一盆奶啊 喝牛奶 牛奶喝完之后 我们来拆那个那个 哎 这个是空头啊 拆完之后 又是吃到了一颗药 我们来看一下 喝一点水 哎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药吃完之后是增加视野啊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 刚才果盘扔的还是非常远 哎 我们点拿了烟花 爆竹 等待爆炸 没想到狼鼠洞已经被砸开了 还是队友比较厉害 这把打的挺爽 再一个小时的一个 杂物 glow 半点上的一颗粥肠的一颗粥肠和一颗凉鼠洞 均垂上的一颗粥肠的一颗粥肠结ック 都会直接不怀 也不堅致